日前,据印度媒体报道,一架疑似中国制造的运巴中型运输机,在降落到印度米佐拉姆邦的一处机场时发生坠落事故,飞机在遭受巨大冲击后失去控制,冲出跑道,机身也断为两节。 有分析认为,除了人为操作不当的因素外,因缺乏保养而引发的机械故障,也是导致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 机上14名成员,有6人因伤被送往当地的印度医院治疗,以史为静,可以知心替,以人为静,可以明得失。 欢迎订阅真正历史,为什么中国制造的运巴飞机会出现在印度境内? 首先,从机身的涂装来看,该机应该是隶属于缅甸空军,由于中国曾向缅甸出口过多种类型的战斗机和运输机,所以,缅军拥有运巴其实并不奇怪。 其次,据印度媒体介绍,自从缅北爆发军事冲突以来,已经有数百名缅军士兵越境进入印度,他们都是在同若开军武装人员交战之后实力,而选择进入印度寻求庇护的。 按照印方的说法,这些缅军士兵甚至直接来到印军阿萨姆步枪队寻求帮助,对此,印度方面当然是拒绝惹祸上身,将这些缅军败兵暂时安置在军营内,等待缅甸军政府派人来接收。 所以,这架出世的缅军运巴运输机,应该是被派来执行接送任务的飞机,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居然在降落环节出现重大失误,缅军逃入印度在若开帮战线上,若开军打得缅军落花流水,灰溜溜地逃进了印度边境一侧,最后向印度步枪队缴械投降了,这一下就搞得三哥很为难了。 逃进了印度边境一侧的米佐拉姆地区。 最后被印度遣返,米昂拉无奈,于1月22日开飞机去印度,把184名逃兵拉回了若开帮首辅十队。 1月23日,印度第二次去拉盛夏的逃兵,在上午10点17分左右,缅甸军方的运输机降落时打滑冲出了跑道,一枚发布的现场图片显示,该运输机冲出跑道后,机体从中部受损,然后有人员受伤,有伤员从运输机里抬出,这一次可把缅军的脸丢大了,本来在国内屡战屡败的战绩已经够丢脸了,这次竟把脸丢到国外去了。 米昂来的脸都找不到地方放了,若开军如此猛,再次把缅军打得逃入印度边境,缅北三兄弟之一的若开军,位处缅甸大西南地区,和同盟军一样一直有个自治的梦想。 所以也参与了这次的缅北战士与同盟军,德昂军一起称为缅北三兄弟,这三兄弟都不是浪得虚名,同盟军和德昂军在缅北地区将缅军打得成建制投降。 若开军在若开帮,打得缅军逃入印度。 2023年12月27日左右,有151名缅军溃败前逃,最终逃进了印度米佐拉姆一带。 在27日6点10分,若开军攻克缅军位于百利瓦镇的卡威团部武装据点,缅军逃出83人。 若开军乘胜追击,又于18日9点20分左右,攻克了缅军位于应缅边境的377武装据点。 缅军逃出68个。 在2024年1月17日早上6点钟左右,缅军因不敌弱军,被若开军打得落荒而逃。 最终有278名缅军带着武器逃入了印度一侧的米佐拉姆帮。 米佐拉姆帮位于印度东北部,北部与阿萨姆帮和曼尼普尔帮接壤,东边与缅甸亲帮相邻,南边与特里普拉帮相连,西边与孟加拉国接壤。 这278名缅军在进入印度米佐拉姆帮后,被当地的阿萨姆步枪队发现,并对其进行了包围。 最终278名缅军逃兵向阿萨姆步枪队举手投降。 印度是否会趁机研究中国运输机? 有分析认为,印度军方可能会趁机研究中国军机的性能参数。 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第一,运巴是前苏联安12中型运输机的复制品。 属于上世纪60年代的技术,早就毫无技术参考价值可言。 第二,在印度军队中,苏式飞机的占比非常大。 对于印度军工部门来说,中国制造的运巴没有任何吸引力。 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这起坠机事件,会对中国的军事技术造成负面影响。 反倒是映衬出米昂来的军政府,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程度。 首先,从1027行动开始后,外界就不断流传缅军内部崩溃的消息。 而且其中大多数都已经获得了证实,包括缅军驻防果敢的主力部队, 以及在若开帮境内负责剿灭若开军的大批缅军。 要么在指挥官的带领下诚建制投降,要么就是被击溃后作鸟受散,逃入邻国印度避难逃生。 这样雷弱的战斗力,只能说明缅军的战术素养堪忧,缅甸军政府不得人心。 最终被新的力量取而代之,或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缅甸联军乘胜追击缅甸反政府的武装联军也没有什么停战的意思, 还在许多方向上展开行动,形势也相当不错。 若开军攻克百利瓦之后,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不仅缴获了数以千把的步枪等,还有几十万发的各型弹药, 以及WMA-301轮式突击炮,第三是122毫米榴弹炮等重型火力打击武器。 这些缴获完全可以扩边一个3000人的旅机部队了。 若开军已经包围了明迪亚地区,在谬航、脚道、拉带当、布地洞等地区继续猛攻, 估计攻势不可能被阻止。 那么占领了百利瓦后,其控制的土地已超过1万平方公里, 现在缅甸联军目标干翻缅军,试图推翻县政府, 现在缅甸三军总司令米莱昂对于目前的局面没有太多的办法, 米莱昂可能随时倒台,目前的消息是想将请印度军队越境打击, 这并非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近几年,缅甸与印度关系较好,不仅购买印度制造的武器, 还获赠了一些装备,比如,击落级潜艇, 有关请印度出兵的消息早有了,只是印度官方没答应, 但是印度早有插手的打算,现在缅甸政府军士兵退入到印度境内。 印方并没有直接驱逐,而是收容,并许可缅甸派军机接回, 这等于给缅甸政府军提供帮忙了。 对于缅甸的战火,可以涉及印度,印方有点紧张了。 最近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宣布,在缅甸局势动荡之际, 印度将在于缅甸的边境修建围栏, 有意防范缅甸内战引发的难民流入,对缅甸事务,印度不可能旁观的, 印度一直有扩张土地的野心,别人打内战似乎就是一个最佳的机会, 缅甸可能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其次,如果缅甸来军政府倒台了。 谁能执掌缅甸国内大局,究竟是坚持亲中路线的同盟军, 还是脚踩两支船的民族团结政府, 亦或是接受美国的资助,正在努力扩大地盘, 谋求政治利益的克侵独立军,综合各种信息, 以及对于形势的判断,缅甸三分天下的格局或将形成。 首先,以昂山素季为代表的缅甸民族团结政府, 作为缅甸境内最大的政治势力,是最有可能成为接替军政府, 执掌缅甸国家政权的组织,但由于其内部存在亲西方, 以及严重的政治投机性,所以并不是缅甸人民的最佳选项。 其次,以同盟军,德昂解放军,若开军为代表的三兄弟联盟, 是1027行动的绝对主力,也是对中国最亲近的力量。 如果他们能够选出政治代表,与民族团结政府进行公平竞争, 也未必没有胜算的可能性。 最后,克卿独立军属于另类,在美国的强力支持下, 他们既打缅军,同时也对付其他民族武装, 其终极目标是建立横跨中缅印的克卿国。 一旦让这股势力做大做强,对各方而言都将是一颗极具危险性的毒瘤, 因此综合来看,尽管军政府已经摇摇欲坠。 但是其他势力如果想获得最后胜利,还需要有一段比较长的路要走, 在缅甸内部各方相互制约,相互利用,此消彼长而形成的微妙战略平衡环境条件下, 到底谁能笑到最后? 现在恐怕还无法确定,印度无可忍耐了, 决定在边境修边境墙印度决定废除缅印边境自由流动协议, 并在缅印边境修筑围栏墙, 以免边境自由流动制度。 2018年,缅印双方达成边境自由流动协议, 据协议内容规定, 以免双方边境军民可以自由流动进入对方领土, 不需要签证, 但范围仅限于距双方边境16公里内, 以免双方拥有长达1600多公里的漫长边境线, 但是这么长的边境线双方仅有10公里是有围墙的, 而缅军两次被若开军打得逃入印度边境一侧, 是促成印度最终决定修边境墙的直接原因, 对此,有网友调侃, 米洋来的军队真的是不堪一击, 把脸都丢到国外了。